88. 星島日報 天津俠亮相網友好惡心 2015年7月26日中國A13天津潮玩萬空主題突展作天開幕 主辦單位同時推出因正能量而生的動漫超級英雄天津俠 但這個天津俠不僅外形模仿了美國隊長、鐵警判官、超人等美國英雄 其首次亮相扮演者環有明顯土難 網友除了痛批 人類已經阻止不了抄襲大國前進的佈伐了 環有網友直接說 豪惡心 據中新網報導 天津俠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城市名名的超級英雄 創作初衷是一個潮流年輕人 無意中進入熱空間獲得正能量 化身超級英雄寶具升空A 旨在打造屬於天津本土文化正能量的代言人 將來還會有南京俠和上海俠等等 仿美國隊長還有肚腩天津俠服裝以紅 藍兩色為主 以頭盔遮住面部 隱約可見小福 網友對天津俠的評價因此多集中在天津俠略伴的身形與不合身的父子上 認為第一次見到當暴者莫空虛的超級英雄 環有網友問 天津俠服從不服從天津市委市政府領導 為什麼我們城市的形象是和有啤酒套的藍伴子和天津市民商量過嗎? 許多人認為天津俠是抄襲產物 至少圖不細漢還以為是超人 能不能有點創意 換個色 什麼都模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